这两项议题当然是会有感的 刚才主任提到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那么在九合一大选 那么国民党是强打所谓的反空污 然后民间团体又发起了这个乙和养绿 那这两项的公投事上 大概都有六七百万的台湾民众 当时是投下赞成票的 所以这也当然伴随了 这个民进党的九合一大选的失败 跟整个的反空污 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减合的部分 但是造成了缺电 甚至电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所以在这次选举里面 其实非常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到 韩国瑜除了七年的政策 另外能源政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而且韩国瑜甚至呢 他也告诉大家 那如果他当选之后呢 他会考虑在几个前提之下 要让这个核四恢复商转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 一个决策的宣示 那这里面当然 就包含了我们这几年 台湾的这个肺腺癌的比例 事实上是越来越高 那所以很多人讲说 以前蔡英文讲说 用爱发电 后来呢 大家就讲说 根本是用肺来发电 现在大家说太可怕了 是用爱来发电 而且事实证明 本来蔡英文他所开出的 这个他的支票 是说要让台湾的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 所以呢才能够减合嘛 可是换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以今年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 不争反退 反而减少 而且呢 特别讲到台中火力发电厂 它的燃煤的这个数量 以及用煤火力发电的发电数 通通创下了新高 这个其实代表就是说 你所谓的这个非核家园 你的证件是跳票的 所以有关于能源政策 我们还是会继续强打这一部分 所以在到今年选举之前 国民党也好 或者韩半也好 都会以能源政策 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诉求议题